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为了了解我们的Spark 让我们来看一看Spark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Spark背后一直在置证它前进的是Databrex的公司 它是由Spark创建者在2013年成立的 当然了 我们从下面来看 Databrex在Spark上为什么能够做钱呢 换着说这家商业化的公司怎么能存活呢 实际上他们是基于Spark做了一个云平台 或许话说他们其实是针对于公司和政府提供了管理和定制的服务 所以这是他们能够盈利的手段 实际上这也跟我们很多很多的看员软件都指明了一条道路 换句话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那Spark到底是什么呢 那从这个红色定义来看 Spark就是一个在不同的数据流 以及不同的平台上面的一个通用的引擎 那具体来看也就是说 Spark底层可以对接各种像Hadoop Amazon Cassandra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引擎 在上层实际上可以对接流计算 SQL计算 Mushlinen计算 图计算 Batch计算 也就是说无论底层用什么样的数据 我上面都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型 那难道Spark仅仅是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型吗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看当年Spark的起源 当年Spark的起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阿帕奇的Hadoop 似乎做得非常慢 而且大家虽然都必须用 但是也不得不忍揉它的低性能 于是Spark就开始提高它的性能 当然有很多很多方法 一个核心就是很多的所谓的 需要往硬盘上读写的计算 都被在内存里使用了 当然了 后面还有很多在计算上的一些优化 让它能够体现了100倍的速度 除此之外呢 它其实还是能够通过各种各样丰富的API 从而让我们的程序员能够写 就是相当于1五分之1的代码 因此呢不仅是更快 而且是更简单了 下石头的表情 噓说 可能是不仅是不仅是在阻止的 每天的消灭 从而让它现在扭转入 有很少发生的 嗯 在里面一定水平 在转转下 我们喜欢一位他的 开转型做两个小时 可以 这个消灯 感谢观看